我觉得我是赞同的职场关系归职场关系 生活的朋友归生活的朋友 但是完全把它割裂开来 人是有情感的东西 不能为了安全感 为了所谓的交易的公平 决断的断裂开来 我觉得这也是不自信的东西 情义必然存在 你要人生连点情义都没有 这日子过得太无聊 但是在企业这个层面 我们尽量不让情义凌驾于制度之上 让情义变成加分的 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 有些人从农村走出来之后 他在城市里面的那个住处 就成为了某县住某城市的招待所了 你可以理解 当哪天如果你在北京 你真的混不下去了 你回到家乡去的时候 你此时此刻在城市里面 你觉得这些一重一重的 代表着那种非常落后的这种感情交换 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负累 当你哪天要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真的混得不好 或者偶尔你混得很好 就想回家乡去看看 你还有的地方会夹到欢迎你 到那个时候你又会比较享受 你原来给你带来负累的这些 淳朴的这个所谓的情感 给你带来一些良心上的惬意 回到他这来 你们这还有五盏灯 有什么问题要问 如果你做一个辅导的 在线辅导的一个护理的专员 你有这样的知识吗 他的眼神好奇怪 没有 你到我公司里 假如我来去运营你这个号 我来帮助你拍摄 去系统化的规划你这个号 你期待你最高粉丝数是多少 你觉得合适了 努力达到的就越多越好吧 越多越好听见吧 但是就因为刚开始 我什么都不会 就可以从最底层那可以做 杜子健在这个台上 做了一个很坏的范例 他在竖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火焰 一套康庄大道 让众多的飞蛾 去往那儿抱着明星梦 抱着成名梦 抱着发财梦 飞蛾扑火 但是我让姑娘你去勇敢地去扑 我跟你说实话 在两年前 做一个短视频过一千万 很容易 这个红海已经过去了 你不能作为你自己的粉丝长不起来 你就觉得质疑杜老师能力 要不 在杜老师那儿 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成功率 但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 都叫做炮灰 现在自媒体行业 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每个人都可能摸索出一套自己的规律 但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就是你未来如果是主播这个路线 你是想做一个财艺主播 还是最终也走向一个带货主播 比较偏向于财艺的吧 财艺 这条路会更艰辛 真的是 来第二轮选择 学过来 还有一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弹弦不上感情 秀传主播 这是财艺类主播 底线八千 但必须去上海 否则我的团队无法打造你 来 考虑一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见解传媒 或者是谢谢赛线 你的选择是 站一间 去吧 希望能跟周老师学习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 人品啊 还有 相关传媒的 还有人生道理这些 好多好多 我之前感觉 梦想就是 你去努力就好了 努力的同时 没有太过于像老师讲的那些 我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些 以后有更加的